一人一马 健康马 这也太虎了吧 因为我在进旅游景点 不是的 我们在文和游 我的妈呀 看这个人 看这个门 安检 看那里有两个字 旁杀 我们刚刚那是一层 这算能上了二楼 这有几层 三楼 五楼 五楼 来一个长沙大香肠 拿不下了 走走走 看妹子们都在拍照 汉子们都在吃 永远街打一下卡 希望我们一起迎迎迎迎迎迎 点一个 准备点 红油粑粑 再一个瓜粮粉 甜酒冲淡来一个 油爆虾身上都有长沙两个 这么神奇 来一个 哪个最辣 这个鲜牛肉 鲜牛肉 再来一个这个 你的香花粗就我们底下看到那个花粗吗 一样的吗 一样的 好 搞一个 OK 油爆虾 这是多少只 哎 少了我一只 二十只 好 明白 谢谢 十块钱一只的虾 不便宜 香香的 虾本身的味道比较鲜甜 调料味不重 我觉得还行 稍微有点油 哎 这种虾大概几钱了 我们一般吃那种小龙虾大概是三到六钱 蘸个酱 这闻着好像蒜蓉酱 还真是 嗯 这种虾要蘸酱的 不蘸酱有点蛋 这比我一个手长大 啊 哦 是有免费的国家服务的 免费吗 免费吗 这么好吗 太奢侈了 可以 一下就可以 一下就可以 谢谢 可以可以可以 交一下可以 好 会了会了 谢谢 谢谢教学 哈哈哈 你们学废了吗 哈哈哈 再捏一圈 然后翻过来 这样子过 看 西巴拉 见长教学失败 感觉无法面对我的老师一样 老师就在旁边 嗯 酱给的还挺好味道 哎 我的长沙大香肠还没吃呢 就是走出长沙走向全国那个老长沙大香肠吧 哇 你们的城市肯定有这个东西 吃一个 葱油巴巴 葱油味很香 里面带一点弄弄弄的那种感觉 有导游就很就很猛 嗯 太大了 这我忘了给大家说 来了以后不要被门口的牌子的人给吓住了 可以去取一个号 然后你就在这底下去 逛游 总共五六层呢 然后等叫到你了你就饱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能把店开成这个样子也挺牛的 哈哈哈 我未来要开一个饭店 算了我这个样子们开什么饭店哈哈哈 没想要去打卡拍照查看还是挺好看的 哈 你像我们这个就感觉是上个世界舞厅 还有那个联谊会的时候那种感觉 他每个饭店的风格不一样 甜酒冲淡 哎里面好像想桃圆呢 温热的 味道很濃 好